我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提倡了一种神殿法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休息 他们告诉我非常有效果 简单不费死 就是十句佛号 念南无阿弥陀佛行 不念念阿弥陀佛也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句 早晨起来念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念一次 三餐吃饭 人家是念供养咒 我们后掌吃饭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也念师生阿弥陀佛 你看这一天三次 这就七次了 你工作的时候上班 念一次 下班的时候念一次 下午上班下班都念一次 一天九次 一天九次可不能忘记 到时候你就会念 养成这个习惯 非常管用 时间短了 两分钟就 就一两分钟就念完了 效果非常殊胜 我这个方法从哪里学来的呢 从伊斯兰教学来的 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到马来西亚 去讲演的时候 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 早晨起来的时候 听到这些回教头们在做祈祷 他们是一天五次祈祷 他祈祷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是五六分钟 一天五次 一天都不会确定 无论在什么 时间一到 他马上工作放下 他就做祈祷去 我看了很感动 那我们念这个神念的时候 比它更简单 我们九次比它更多 真的很有效果 很简单 很容易 确实有效果 这神念 神句佛号的时候 血心的 把所有妄念放下 你一心就成年 那我们阿弥陀佛 很好啊